我覺得可能是清風吧 就是一種感覺 一種 這支股票會中的感覺 家裡然後聽實況 看實況的轉播 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 沒有我在跟朋友通電話 一邊戴著耳機 一邊跟他看實況 很爽啊 其實有大叫一下 他自己也在叫 兩個人都在叫 公布完之後就有很多的 就是 就是 祝賀 的一些 Message 或者是一些 人打電話給我這樣子 就是 那兩三天都是 看到都會祝賀一下 沒有耶 因為我覺得好像 要等 典禮結束之後 金魚獎公布那一天開始 然後再看如果有 延續下去這個感覺 也就是如果有得獎的話 我們再 再慶祝 那如果沒有的話 怕白慶祝這樣子 也是啦也是啦 但是就想說 還是想要等一個大的這樣子 想當個抒情歌 不是任人都可以的 他最愛的那種抒情歌 怎麼最後居然抒情歌 帶有一點點小期望 但沒有很多 恩 給自己一些 沒有中的一些想法 到時候如果沒中的話 比較不會 所以 當然 之前也是 還是有留一點點空間 對 我覺得 比較主觀意識的 東西 我都不會抱 太過多的期望 如果這件事情 是一個客觀可以去鑑定 或是客觀可以去處理的 那就會抱比較多期望 例如說你考完4 你非常確定 你全部都會 那你當然會知道 你這次一定會名列前茅 但這不是考試 對 所以 你沒有 辦法去把握 我覺得可能是 清風吧 因為 就是一種感覺 一種 這隻股票會中的感覺 有大概聽一下 我 他給我的感覺嗎 就是 他比較符合社會期待 大眾期待 感覺 那真的是感覺 我自己的感覺 你其他人有聽過嗎 有啊 阿樂也有聽過 然後 黃明志的歌 其實以前也有策略 也覺得蠻有意思的 其實另外 黃明志跟那個 阿樂我覺得也是有機會 我會讓 我會讓 我來 你以為